早晨我是Chop,這條影片就是要講Alice Invasion Alice Invasion什麼時候有得玩呢?就是香港時間10月25日,即是聖誕那天,凌晨4點開始,也是為期10日的活動 有什麼獎品呢?跟之前的3個活動也一樣 你只要在初24個小時看Twitch的POE Stream任何一個人都可以 看夠2個小時或者掛過2個小時就可以拿到中間現在你看到的這個Portal 除此之外你如果升到50 level就可以得到這個寶箱 寶箱裏面就可以抽獎 又或者如果你升到超過50 level,在你眼前看到的那堆level就可以參加不同的抽獎 那究竟什麼是Alice Invasion這個魚圖侵略? 這個Alice Invasion你就可以玩任何模式,包括Hardcore,Softcore,Hardcore,So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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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正常可以玩到的模式你都可以在這裡玩的 它是今次裡面最難的一個,也有可能是歷例以來最難的活動 它實際上是什麼來的呢?就跟正常的POE大致一樣 不過在你出城之後,即是在第一次出城之後 每一區都會有5個隨機的BOSS 就不包括它原本那個地板裡面的BOSS 基本上每一個地方都有6個BOSS 那最後就是這個Alice Invasion裡面,Scourge League的Mechanic 即是今季賽季的機制並不存在 那什麼為BOSS呢? 官方的定義就是這個色戒者,即是Demathon 可以觀戰的都有機會抽中 詳細說一下就是正常的地圖BOSS就有100張MAP 然後再加上它Uncharted Realm這個未知迷域裡面 就有20隻的不同BOSS 這樣就總數應該是120隻 如果我們以Uncharted Realm當作是頭長來計算的話 因為那一堆就是最難的BOSS 那你每一區會有機會抽中at least一隻Uncharted Realm的BOSS 就有大概60%的機率 那這個就是為什麼我說有機會是這麼多屆活動裡面最難的一個模式 但是當然我們不知道它是不是所有BOSS的機率都是一樣的 現在這個就只不過是假設每一個BOSS出現率都是一模一樣的 雖然話就說會可以抽到那些BOSS 但是你不會在剛剛出去那個地圖2-3LV的地區 就遇到一隻80多LV的Shaper或者Elder 它所有的王都會根據地區去Scale下去 就是向下調整它們的血量、它們的傷害等等的東西 剛才也說了每一區都有5隻BOSS的 那就不包括本身那一隻 除此之外還有什麼是值得留意的在這個活動裡面 如果平時是飛開車或者秒開王的話 玩起來可能會比較辛苦 根據Gornet的經驗 很多人都跟我反映 根本不知道有一堆王會做某一些技的 這個很大機會就是因為你平時看到的王就是秒了它 他們會實質對你做什麼你是完全不知道 但是因為這次你在這麼低LV在你什麼裝都沒有的情況下 你就有機會看到最後的那堆王 那你要應對他們的Mechanic 或者你要應對他們的技能 你就必須要熟悉才可以解決 當然啦沒有說一定要看到就一定要殺掉它 所以移速在這個模式裡面是非常之重要的 建議你帶兩支移速藥水 即是這個水人藥水 Quicksilver 也都建議你們鞋越早有移速就越好 早到怎樣呢 一開一隻人打完修羅入到城 然後馬上跟MBC查一下有沒有異速的鞋 另外一件事就是建議你們可以考慮一下用這個Decoy Totem 因為所有怪都是當它超過了你的兩個畫面 基本上他們就不會動的了 在這個情況下你可以扔眼前的Decoy Totem 這個有利的圖騰 然後引了它可能一兩秒然後你就直接衝過去 這樣就可以避開了不需要每隻隻王都打的 但是你要注意的就是後期有些王是完全不會受這個招縫影響的 第三件事就是記得開聲打 你不要只顧著聽音樂或者完全關掉整隻遊戲的聲音 因為越難的Boss就越大機會他們會懂得說話的 這樣你聽到他們的聲音就方便知道他們的存在 這樣你要作出對應會快些 還有一件事就是如果你這麼不幸中了頭獎的話 就是中了剛才所說的Uncharted Realm那20隻Boss裡面其中一隻的話 那你就可以考慮一下要是直接skip了 要是就走回頭或者用傳送門 重新開過一張地圖或者考慮 又或者如果你進到地圖那裡 你發現你是不夠打的話 也可以考慮一下直接關掉地圖 開過一張新的就算 那最後應該玩什麼Bill呢 有什麼Bill好玩呢 在這個模式 跟以往一樣究竟你的目標是什麼 你要記住這個是所謂最難的模式 所以我這次會推薦的 基本上你之前都聽過了 因為這一堆是這一季裡面 是供應最近的那堆Bill來的 但是首先搞清楚你的目標是什麼 如果你的目標是純粹想升level50 其實你可以當一般有玩什麼都可以 那你只不過是需要放一個Decry totem出來 然後見到王你就可以馬上走 那你就可以直接當平時升50 那樣升到還可以 但是假設你想升95去參加抽獎的話 那就建議你玩一些低成本 但是高單體傷害的Bill 剛剛過了那個Gauntlet 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可以讓你參考 怎樣可以參考Gauntlet他們玩的那堆Bill呢 那我在這裡就示範給大家看 你要做的首先就進去這個網址 PoE.Ninja 相信大家都不會太陌生的了 進來這裡你就可以按Build這個位置 按了Build這個位置 按了Build這個位置 你可以在左邊選擇 可以在第3或者第4的時間 那你就會看到 頭幾天最強或者打得最快的人 是玩什麼Bill的 那這裡有個明細在 那你可以自己進去慢慢參考也行 那回到這裡 那如果你想升超過50 level 未必一定去到95 但是你可能想有那麼高升那麼高 在那麼多個Boss會出現的情況下 你的單體輸出如果不夠高的話 你如果想升上高level去抽獎的話 就非常之困難 那我會建議你玩什麼呢 那跟以往一樣 就會建議你玩這個 物理陷阱配中毒的破壞者 是這一季裡最低成本 單體輸出最高的一個Bill 基本上玩這個就沒有死了 那這個Bill也是今季Gornad Darky他拿冠軍 總冠軍的一個Bill 所以這個就是不容置疑的第一個選擇 下一個就是施爆點燃 玩死靈法師 你喜歡的話可以玩原素史 甚至乎你喜歡的話可以玩由獎都可以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低成本高傷害的Bill 第三個就是靈體船母 玩冠軍 冠軍出色的地方就是夠硬 但是如果你玩毒魚的話 他單體輸出的早期是有點坎坷的 有見及此 而Kaiser他這次在Gornad裡面 就是選用Spectral Helix 這個靈體船母 這招技 他的單體是非常快的 但是這招技不是每個人都適合玩的 有很多人就不喜歡他攻擊那個模式 而且你如果想勁的話 你就一定要做Heist 在Heist裡面拿到他的傳奇頭盔 這樣才會令到他輸出非常可觀 那你會不會想玩這個呢 你就要自己試一試才知道 那當然剛才也提過 毒魚冠軍 即使我說他單體輸出不是那麼高 但是你因為這個人不會怎樣死 你不介意慢慢磨的話 毒魚冠軍 依然是其中一個最好的選擇 到最後 如果你的目的是玩天梯排名的話 我就建議你們 如果沒有想著玩自力的話 就是必須以團體的形式去玩 為什麼呢 因為玩Soft Core 有很多已經是故意組定了一團人 有些是負責去整裝 有些是負責買東西 有幾個是負責推這個level 推這個進度 那你如果想著在這個交易的模式下玩的話 而排天梯自己一個玩的話 你是不可能會上到他頭幾名 拿到那把Demigod的 可以考慮的就是玩Soft Core的自力 這樣可能 那你可以排到上高名次的天梯 那個機率就大一點 以上就是這個Alice Invasion 在你離開之前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和訂閱我的頻道 是這樣的 拜拜